哈喽大家好,我是不刷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这里是惊悚哥的第二频道,惊悚哥的粉丝窝窝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一部日本悬疑篇 由日本小说家道伟秀杰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 惊悚哥敢保证的是,只有看到最后一刻 您才会明白究竟是谁骗了谁 谁才是骗子中的骗子 影片开始,在日本某城市的毒麻场外 一位身着正装的中年男子正在犹豫该卖哪匹马 突然有个微胖的男人过来搭话 说自己是给赛马做检查的兽医,有内幕消息 于是,正装男按照微胖男的信息买了马,还真的中了 这时,一位样子略显猥琐的男人走到正装男面前 说微胖男其实是骗子 他找了十个人,告诉美人买一匹马 因为只有十匹赛马,所以总有人会中奖 然后微胖男就会找中奖者索要指导费 而如果给了指导费,就会被人说是通过内幕消息买马 接下来很可能会被勒索 听到这里,正装男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微胖男随即表示可以帮他分忧,买下这张马票 只收一成手续费 但正装男说自己得先帮老板对奖,还拿出另一张马票 微胖男发现这张马票居然中了400多万 而正装男对奖金数额一无所知 就对正装男说马票中了40多万 然后掏出40多万现金,把两张马票都买下来了 可是,当微胖男以为行骗成功 兴冲冲去对奖时,却发现彩票是假的 被骗的其实是他 与此同时,正装男与微胖男在马场外会合了 原来他们是一对乌鸦组合 在日本,乌鸦指的是骗子 年纪较轻的正装男子叫泽武 微胖男子叫入川 联手骗了猥琐男40多万后 两人去一家叫屯屯亭的餐馆吃饭 吃饭过程中,入川提到自己的全名是入川真四 还说起了最喜欢的游戏 就是把名字里的字母改变顺序,重新组合 武则听了,就问他 入川真四是不是也是重新组合后的假名 入川义正言辞地说,这绝对是真名 结账的时候 武则向餐馆老板打听一位侦探 因为这个侦探之前一直跟踪他 听说这个侦探来过这家餐馆 老板告诉武则 最近没见过那位侦探 几个人正说着话 发现外面起火了 出门一看 冒烟的房子居然是武则和入川的住处 入川健壮要上前救火 可武则突然脸色铁青 拉着入川快速离开 武则如此怪异的反应 让入川很是疑惑 两人走出去很远 到了晚上找了个地方露宿 入川问武则为什么要跑 是不是有什么人在找他 于是武则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悲惨国王 八年前 武则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生活安定 衣食无忧 和宝贝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但由于他给一个同事做担保人 同事却因为还不上钱跑路了 导致武则背上了巨额债务 甚至连工作都丢了 走投无路的武则 只能帮高利贷公司做事 去一个女人家催债 到了欠债的女人家 对方说实在拿不出钱了 武则也没多想 以为多去几次就能要到钱 可是等他再去催债时 却发现这个陷入绝望的女人自杀了 还留下两个年幼的女儿 看到这样一幕惨剧 武则良心过不去了 他不想再助纣为虐 也不想让高利贷公司继续害人 于是把公司的黑帐交到警局 帮助警方端掉了这个高利贷团伙 但他也因此遭到了报复 住处着火了 女儿还葬身火海 从此武则心灰意冷 当起了骗子 后来又遇到入川 两人开始合作 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 所以今天看到住处着火 武则的第一反应就是 高利贷团伙来寻仇了 于是立刻逃走 听了武则的话 入川也认为 这附近不太安全 提议离开这里 去一个叫林赖的地方生活 天亮后 他们去了林赖 在饭店吃饭时 武则看到了周刊报道的一期 半年前的诈骗案 提到有一个骗子 骗到了三千万日元 他很羡慕也想和入川做一笔大的 接着又看到墙上贴着一张海报 是一个剧团 演绎诈骗故事的宣传 武则提出想去看看 可是一向爱热闹的入川居然拒绝了 说先把住处搞定再说 很快 他们住进了新区 开始进行下一个骗局 入川花600多元买了个香炉 拿到一家当铺当了 接着武则登场 在当铺 他装作不经意地看到那个香炉 马上眼睛一亮 仔细查看后 立刻开价50万 还编了个故事 说这香炉在收藏界很受欢迎 不过老板说 香炉是客人存在这里的 自己还没买下来 暂时不能出售 于是武则留下联系方式就离开了 没多久 入川和武则在街上会合 入川说当铺老板联系自己 花15万买下了香炉 就这样 他们轻松骗了当铺老板15万 甚是开心 正在街上闲逛的两个人 看到一个很有爆发户派头的胖男人 在打电话 他们就跟了上去 准备再干一票 胖子建立一家正在促销的珠宝店 很快又出来了 正在两人准备出手时 没想到被一个年轻女孩抢先了 他把冰激凌故意弄到了胖子身上 然后 趁着假装帮胖子擦衣服的机会 偷走了胖子的钱包 可惜很快被胖子发现了 胖子转身追了过去 眼看女孩就要被胖子抓住 入川劝武则出手相助 武则犹豫片刻后挺身而出 假装被胖子绊倒 缠住了胖子 女孩则在入川的帮助下成功逃脱 接下来 入川武则和女孩在公园里聊了起来 女孩说自己叫和和真寻 父亲多年前离家出走 母亲自杀了 今天去逛珠宝店 是因为收到了那家店的促销单 还是说 由于拖欠房租 快被房东赶出来了 所以才会偷钱包 于是武则告诉真寻 可以到自己家住 还给了他一些钱 看到武则这番举动 入川很诧异 他不明白 平时略显冷漠的武则 为何会如此关心一个 初次见面的女孩 第二天一大早 刚起床的武则和入川 发现真寻真的来了 还带着姐姐巴巡 和姐姐的男友冠太郎 原来真寻被房东赶出来了 就来投奔武则 既然答应过真寻 武则和入川 也只能收留这三个年轻人 从此 五个人的同住生活开始了 在某次饭后闲聊中 巴巡抱怨 在之前的住处 总被人偷窥 还说偷窥者个子很高 走路很慢 听到这里 武则想起了 曾经跟踪自己的那个侦探 也是高个子 走路也是慢腾腾的 于是问偷窥人长什么样 但巴巡说 没看清那人的长相 武则心里有些阴影不安 如果偷窥者和侦探 真的是同一个人 那这个人到底想要做什么 这时 有一只浑身雪白的猫流了进来 大家都很喜欢这只猫 就把它留下来了 武则还给猫起名叫机冠 因为这只猫头顶 有一束毛 总是立着的 一天 在三个年轻人出门后 入川告诉武则 他偷听到真寻和巴巡的对话 原来姐妹俩有一大包钱 而他们居然想把这些钱扔掉 于是武则和入川去看那个包 结果在包里找到一封信 信是一个叫光辉的人写的 说自己同意离婚了 武则他们推测 这应该是真寻父亲写的信 当天晚上 武则对入川说出了真相 那包钱其实是他给真寻姐妹的 因为当年他第一次催债 去的就是真寻家 结果逼死了姐妹俩的母亲 他很内疚 为了赎罪 每个月都会寄钱给真寻姐妹 之前在公园 他一听名字 就知道了真寻的身份 所以才会出手相助 现在发现 这些钱一直都没动 武则认为 一定姐妹俩非常恨他 所以才不愿意接受他的钱 两人闲聊时 入川还给武则讲了手指的故事 说拇指是爸爸 食指是妈妈 只有拇指 可以触碰其他所有手指 但是代表妈妈的食指 却只能在爸爸 也就是拇指的帮助下 才能碰到最小的手指 这就是家庭 一家人父母都在 才是最好的 武则听后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 这个武人之家就遭遇了麻烦 有一天晚饭过后 屋外突然着火了 几个人赶紧出去 把火扑灭 随即发现 院子外停着辆白色轿车 里面坐着一个 表情阴森的兔头男人 这个男人 直接叫出了武则的名字 还嚣张地说 就是自己放的火 然后开车 扬场而去 看着放火的人逐渐远去 武则一脸的愁容 很显然 那个高利贷团伙 又一次找上了门 回到屋里 武则说出了 与高利贷接受的原因 但是没有讲自己作为讨债者 彼此真寻妈妈的事情 真寻觉得 这些人的形式风格 和当年彼此母亲的 那个团伙很像 还一脸认真地问武则 会不会是同一个团伙 武则脸上略过一次惊慌 吱吱吱地回答 也许是吧 到了半夜 武则听到院子里有声音 出去查看 发现了一个血淋淋的袋子 里面装着好多肉块 还有一个红色的东西 拿出来一看 竟然是机关的项圈 很显然 机关已经遭遇不测 先是被放火 现在机关也被杀害 武则愈发害怕 跟大家说 还是逃走吧 可正为机关伤心的 真寻姐妹不同意 他们说 母亲被害多年 自己也忍了很久 到现在 不想再忍下去了 要痛痛快快地反击一次 武则听了有些触动 可还是担心 斗不过心狠手拉的高利贷团伙 不过 冠泰兰和巴巡对他说 虽然凭武力斗不过对手 但说到骗人 武则和陆川绝对是专家 只要把高利贷团伙的钱骗过来 也就赢了 武则和陆川被说动了 他们很有默契地对视一言 似乎想到了同一个办法 第二天 武则和陆川 找到放火的兔头男人 一路跟踪 发现了高利贷团伙的窝点 真寻姐妹 则租了酒店房间 作为行动基地 接着 复仇五人组在酒店会合 制定计划 然后分头行事 武则买了十部 不记名预付费的手机 和窃听设备 再把窃听器装进手机 他知道 高利贷团伙 喜欢用便宜的不记名手机 就印制了一些宣传单 内容是 预付款手机挥类甩卖 再让真寻姐妹 把宣传单 投进高利贷团伙 窝点附近的所有邮筒 陆川 在高利贷团伙 所在的那栋楼 租了两间房 擅长修手表的冠太郎 则利用自己的手艺 做了个假的窃听设备监测器 作为下一步行动重要道具 宣传单的点子很快见效 高利贷团伙的人打来电话 买了酒部 做过手脚的手机 五人组到团伙窝点 楼下的一个房间监听 记下了 听到的所有银行账户和人民 在这个过程中 武则还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正是当年 把他逼上绝路的那个 高利贷团伙的老大 原来 这个叫通口的恶人 已经出狱了 而且仍然在利用高利贷作恶 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后 五人组开始进行下一步 冠太郎 以东京都黑市金融 对策委员会的名义 通知高利贷团伙 说他们的资金账户有问题 将被冻结 建议他们把钱全部取出来 高利贷团伙信以为真 赶忙取出所有资金 放进窝点里的保险箱 武则和陆川监听到了这一情况 同时还了解到 高利贷团伙老大通口 明天中午不再窝点 这显然 更有利于五人组的行动 顺利进行 于是打电话通知其他人 明天行动 接到武则的电话时 甄荀姐妹俩正在公园里聊天 得知明天就要行动了 巴荀突然问妹妹 什么时候把那件事情告诉武则 甄荀说要等到行动结束后 原来这对姐妹也有秘密 一个与武则有着密切关系的秘密 第二天 好戏终于上场 武则 陆川 甄荀 冠太郎 穿上了统一的工作服 来到高利贷窝点 敲响了房门 开门的是一个叫野上的男人 是团伙老大的得力助手 陆川对他说 自己是负责搜寻这一代 窃听信号的 检测到非法电波后 就从上网下逐户检查 发现这间 屋子的信号最强 还拿出冠太郎做的那个 假探测器给野上看 野上看到探测器指针在晃动 信以为真 就要入川等人进屋了 进入窝点后 几人开始假装检测 没想到 高利贷团伙中 一个叫佐藤的男人 居然起了疑心 他觉得 甄荀太年轻 不像有什么技术 专业公司 怎么会用这样的人 好在甄荀反应很快 告诉他 自己是公司老板的女儿 成功打消了佐藤的怀疑 接着 甄荀说 检测到桌子上的一部手机 有窃听信号 打开一看 发现有窃听器 随后 又在另外四部手机中 找到了窃听器 入川就对野上说 既然有窃听器 还会有中继器 于是 又开始找中继器 很快 入川说找到信号了 在保险箱里 要求开箱检查 然而 通口居然在这个时候 提前回来了 这可出乎五人组的意料 如果武则被认出来 就将潜攻进去 看到仇人突然现身 武则既惶恐又愤怒 但努力克制的情绪 还将帽子往下使劲拉 几乎挡住了半张脸 结果反而引起了通口的注意 让武则摘下帽子 好在武则早有准备 戴上了头套 看上去就是个光头 再加上贴了假胡子 以至于通口 根本没有认出来他 通口听手下介绍的情况 身心不疑 于是就打开了保险箱 野上把钱都拿出来 装进侦询 递过来的袋子里 这时却出了岔子 只见冠太郎掏出一把手枪 用枪指着野上 让野上把钱交给他 显然 此时的冠太郎 已经背叛了大家 想直接抢走这笔钱 入川赶忙出来劝阻 冠太郎 对着墙上的钟表就是一枪 钟表被打了个粉碎 大家都被吓坏了 冠太郎 再次要求野上把钱交出来 就在这时 真勋小声对野上说 快把袋子给我 我替你保管 被枪指着的野上 此时很害怕 完全没了主意 就把钱袋递给了真勋 拿到钱袋后 真勋跑出门外 冠太郎立刻追了出去 紧接着就是一阵激烈的搏斗声 然后又是一声枪响 武则和入川连忙出去查看情况 结果发现 冠太郎张大了嘴 呆呆地往下看 原来真勋正趴在楼下的天台上 身下是一滩鲜红的血迹 旁边是那个满满的钱袋子 冠太郎说 真勋是自己掉下去的 然后就跑了 武则随即去叫救护车 入川则在真勋身边 伤心一绝地哭喊 而高利的团伙 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震惊了 通口命令让手下去把钱拿回来 可是还没等他们行动 入川就发火了 一边喊着 谁要你们的钱 出人命了 一边把钱带扔到一边 接着武则回来了 说救护车和警车马上就到 然后和入川把真勋抬下楼 通口赶紧派手下去取钱 这时 高利的团伙窝点隔壁的门打开了 走出来一位留着长发的艳丽女子 手里提着个纸袋 看了他们一眼 锁上门就走了 看到有人出现 通口更着急了 连声催促手下把钱拿上来 镜头一转 来到他们租住的酒店房间 巴巡正在跟武则聊天 原来 趴在天台上的 不是妹妹真勋 而是巴巡 紧接着 冠太郎也回来了 身后还跟着 从团伙窝点隔壁出来的长发女子 这个女子正是真勋 原来 她拿到钱 从窝点跑出来后 直接进了提前租下的隔壁房间 姐姐巴巡 则拿着袋假钱 冒充妹妹趴在天台上 片剧顺利完成 大家都很高兴 分完钱后 又谈起将来的打算 姐妹俩和冠太郎准备搬出去 入川也想单飞 于是 当晚的庆功酒 也成了散伙饭 天亮后 几人互道珍重 然后各奔前程 真勋姐妹走出一段距离后 突然回过头来 真勋大声喊道 武则 以后请不要再给我们寄钱了 您的心意 我们都灵了 武则愣住了 原来真勋姐妹早就知道 他就是 逼死他们妈妈的凶手 身旁的入川赶忙解释道 是真勋姐妹 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所以才知道真相 紧接着 入川也与武则做了道别 大家就此各奔东西 然而 他们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 接下来 才是最精彩的部分 几个月后 武则收到了真勋姐妹的来信 说他们已经到了明谷屋 而且都找到了工作 生活得很好 还说 在三人的公寓里 出现了一只猫 长得很像机关 浑身雪白 只是头顶有一束毛 是黑色的 得知真勋三人的日子过得不错 武则非常开心 还点燃了一根烟 可是抽着抽着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脸色一变 又拿起信看了一遍 越发觉得不对劲 回家路上 他在垃圾箱旁 看到了一张宣传单 拿起来看了看 似乎想明白了什么 接下来 武则打电话给 帮他们做甩卖手机宣传单的店家 得知入川 以前去那里 印过珠宝店的促销单 而当初侦询 就是看到这个促销单 才会去珠宝店的 从而行切 遇到了武则 他还联系到了那家 叫屯屯亭的餐馆的老板 了解到他和陆川那次住处失火 竟然是恶作剧 其实是住处里 被放了个定时的烟雾装置 结果让他误以为 是高利带团伙在寻仇 所以去了灵赖 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一起 武则意识到 自己悲场假火灾下刀 接着陆川就建议去灵赖 真寻则是被陆川做的促销单 吸引到灵赖的珠宝店 看来一切都是陆川设计的 目的就是 让他和真寻相遇 接着武则又想到 自己和真寻的相遇 还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那个被真寻偷了钱包的胖子 如果没有偷钱包这件事情 他和真寻依旧无法相识 所以要查清胖子 是否与陆川有关联 然后他想起了 刚到灵赖时 在餐馆里看到的一张海报 海报时 为一个演艺诈骗故事的剧团做宣传 当时他想去看这个剧团 但陆川很反常地没同意 现在看来 这个剧团很可能与真相有关 于是武则去餐馆 找到那张海报 得到了剧团的地址 在剧团 他看到了几张熟悉的面孔 放火的秃头男人和手下 被真寻偷钱包的胖子 竟然都是剧团的演员 武则明白了 这些人都是陆川过来演戏的 目的是让自己遇到真寻 同时制造高利贷团伙 寻仇的假象 激发自己的斗志 让自己连署真寻姐妹 整治高利贷团伙 可是陆川究竟是谁 他做这些事 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武则决心找到陆川 弄清楚所有事情 剧团演员说 上一次见到陆川 是在家医院里 他好像在住院 武则立刻去了医院 用陆川告诉他的名字 陆川真寺查询 但医院方面说 没有这个人 武则这时想起了 陆川喜欢把名字的字母 重新组合的游戏 就把陆川真寺中的字母 反复组合 但仍然没有头绪 突然 他看到一对妇女 宁静一动 意识到陆川可能是真寻的父亲 随即想到真寻的姓是何何 他曾经看到过 真寻父亲写的信 落款是光辉 从而猜到了陆川的真名 何何光辉 果然 武则通过何何光辉这个名字 找到了陆川 看到他 陆川有些意外 笑着说还是露馅了 武则很好奇 他哪里来的钱 雇佣剧团那些人 陆川说 自己曾经骗到过三千万 还说武则在周刊上 看到过相关报道 听到这儿 武则佩服的五体头地 说陆川才是乌鸦中的乌鸦 才是鸦中之王 随后 两人去了楼下草坪 陆川坐在长椅上 微笑着向武则讲述了一切 16年前 陆川被妻子知道是骗子后 就离开了家 一直一个人生活 半年前 他查出肝癌 而且是晚期 眼看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陆川很想见见家人 就找了个私家侦探 查家人下落 这才发现 妻子早已去世 两个女儿过得很不好 同时也知道了武则这个人 而陆川找的那位侦探 就是真勋姐妹和武则 都曾注意到的那个高个子男人 得了绝症后 陆川大车大悟 对以往的行骗生涯很后悔 也不想让真勋姐妹和武则 都在堕落下去 所以策划了这一切 他让武则与女儿们相遇 在一起对付高利贷团伙 这样一来 女儿们在了解武则后 原谅他 从而开启新生活 而武则也在成功复仇后 打破新结 走上了正轨 陆川还提到 被他骗了三千万的那个人 说自己的妻子 就是被这人骗了 才会借高利贷 因此出手教训这个人 然后 陆川告诉武则 不能当骗子 因为人们之间 应该相互信赖 听到这里 武则说 那你怎么还和我干了好几票 接着提到了 马场和当铺的两个局 陆川说 那两次自己根本没骗钱 马场那次 加码票下面 贴着真的中奖票 被骗的那个人对奖后 甚至会多赚三千多元 当铺那次 陆川只是跟老板聊了聊 并没有高价 后来 把自己的钱给了武则 说是骗来的 武则又问起了小毛机关 陆川说 机关根本没死 现在已经被剧团的人 送到甄讯那里了 当时他们看到的死猫肉 其实是用鸡肉加番茄罐头和布偶做的 还说鸡罐头顶 确实有一束黑毛 只是当初被自己染白了 由于没染好 所以那束毛 总是立着像个鸡罐 温暖的阳光 洒落在两个人身上 蔚蓝的天空里 一只黄色球栩栩升起 犹如他们此时的心情一样明朗 向来一脸忧郁的武则 罕见地笑了 说陆川才是乌鸦中的乌鸦 把大家都骗了 陆川又一次提起手指的故事 说自己在这个家扮演父亲的角色 就是大拇指 可以正面看到其他手指 也可以使其他手指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电影结束 片名乌鸦的拇指 根据日本小说家 道伟秀杰的同名小说改编 与其说 本片是一部悬疑推理片 不如说 这是一部 披着悬疑外移的温情伦理片 新片只是推动故事的道具 父爱才是其真正的内核 乌鸦之王入川 用他的最后一个骗局 把两个女儿 从恩怨的深渊中挽救出来 也帮武则 从自责的桎梏中解脱 使得他的形片生涯 完美羡慕 灵魂也得以升华 犹如片尾那个 冉冉升起的气球 可以坦然接受阳光的温度 也可以微笑着 陪衬天空的蔚蓝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见